大家好,欢迎来到T先生的菜笛和蘑菇坊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果树的拉枝整形这个题目 关于这个话题我有点小犹豫,要不要分享 因为确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拉枝整形在果树种植当中却很重要 因为弄不好的话,不但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 可能会失得其反 所以本拙希望大家不要重蹈辅诈 我所犯过的错误 所以还是做一个小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这里有一颗幼年的枣树 我在这上面一共有正式拉枝整形的时间 一共有一个 两个 三个 这边一个四个 可以说在它的方方面面都给拉上了 我们知道果树的形状,树形很重要 因为合理的树形能够使它充分的利用空间 更大效率的增加光火作用的效率 从而来促进果树 果树且更多的果子 那在培育树形当中 有两大很重要的技巧 第一呢就是通过修剪 那合理的修剪 改变果树新枝条的生长方向 从而来改变树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拉枝 那说到拉枝 首先一点就是关于拉枝的时间 要在生长季节做 不要在果树的休眠季节做 因为生长季节它里面树叶 树体里面的液体在扭动 所以树枝更加柔软 容易拉 否则的话你要在果树休眠期间 当然不容易拉 而且会把这个枝条拉断 第二就是尽量地拉嫩枝 不要拉脑枝 嫩枝就是今年的新枝条 它正在发育期间 你很容易改变它的形状 像这个就是一个嫩枝 所以很容易就 你身子都不用拉 就是这个棍子本身的 绑在上面的这个棍子 本身它的重量 就能够把这个枝条形成一定的角度 那像这种脑枝条的 这种两年生以上的脑枝 你可以说是非常困难在改变它的角度了 那即使是嫩枝 也有说是多嫩的问题 假如说你忘记了 假如说你在它非常嫩的时候忘记拉了 那稍微长出了之后再拉 也是容易把拉断的 比方说像这个 这个当我在拉的时候 这个已经长了 有一个食指那么粗了 所以这个你拉 很容易就在这里会形成断裂 那怎么办呢 那有一个就是在它 当然现在是在它生长季节 所以枝条还是比较偶软的 你先让它做一点按摩 按摩怎么做呢 就一个手捏在这里 那还一个手就在上方 就像这样子 假如说这个手在这里 那上方就像这么 这么给它按摩一下 给它这么揉一揉 把这个枝条啊 在这个地方 在你所要拉的这个角度 这个地方 受力点这个地方 你把它 让它枝条 揉远一点再拉 这样拉的效果呢 才不至于说把这个枝条 拉断 这是拉字的时间 那另外一个呢 还有要说一说 就是拉字的角度 你看我们这个角度 基本上是45度角 不要把它拉得太平 那当果树的枝条拉平的时候 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它会长背上枝 什么意思呢 它太平了之后 比方说你把它拉成这个样子 你会刺激这个枝条啊 它会在每一个节点上面 长一个像一个冲天一样的 往上面的这么一个一个的枝子 所以那个叫做背上枝 它是会消耗 这一个主感枝条的营养 而且大部分这种背上枝 也不是结果枝 所以是不是一个好现象 但也是根据不同的品种 那有的品种是适合把它拉平的 比方就我所知 这个 比方四枝树 是可以把它拉平的 那我们待会去看看四枝树 这就来到我这个四枝树这里 我这个枝子是要拉的 那这个枝子刚出来的时候 它都是这个角度 是差不多只有15度啊 二三十度这个角度是往上的 那就跟这一样 所以它的新枝条都是 都是比较贴着这种主感 那像这样拉 这就受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要给它提供一点保护 我们换个角度从对面来看 像这样的枝子 这样一个树 它完全是独立无缘的 在周围没有什么其他的树 就一起 所以要单独拉这个枝子的话 很容易在它很小的时候 比方说像这个枝子 像这个 你要现在拉的话 很容易把在这里拉断 那怎么办呢 那我是给它提供了一个 这么 在这旁边捡了一个另外一个枯树枝 放在这里底下 然后给它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支撑 所以在拉的时候 在拉的时候 你就把它 还是我在这边才看得清楚 你看我在拉的时候 就把它 就拉在这个小下面的一个树公棍上面 就是这样拉的 那所以这个树公棍就是对它来说是一个支撑 你假如说应该笋子直接这么拉到这个地面 这个是太太清晰太脆弱了 因为这个树在风的作用下 很可能会 车车拉拉的会把这个枝子给折断 那还有一个讲究的就是 我希望把这个枝子拉得比较平 是吧 那也是不要一次到位 分次到位 刚开始可能30度 后来45度 我现在是45度 那后面我可能还要慢慢地再把它拉平一点 对 再让它平一点 尽量形成这种 60度角什么样子的 因为40度是可以 是可以拉比较平的 说到拉枝的过程当中提供保护 我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这是一棵梨枝树 这也是涉及到我们说拉嫩枝不拉脑枝了 拉脑枝就有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 我这个枝子已经是两年生的脑枝 那去年王就拉它了 那今天来拉就很困难 所以得一点一点的拉 不求一次到位 我们分次再把它拉到一定的角度 但是在拉的过程当中 我就给它提供了一个保护 这是个什么保护呢 我就用一个布条 把它绑在这个 主杆子上面 否则的话 你光这样拉 因为这时候脑枝 它已经没有什么坦性了 所以很容易在这底下 在这个分岔的地方 我希望把它拉断的 因为我去年就有这个教训 我们来看一下 在去年的时候 在我这个梨树的靠基部 一共发了两个字条 一个是这一根 那还一根就在这个方向 其实我当时是蛮高兴的 因为这个梨树稍微想高了一点 它的字条 我是希望把它矮化 所以这两个字条是蛮好的 但是它拉的过程当中 这个去年就被拉舌了 就断了 现在还看到痕迹 所以这就是我犯的错误 那今年我在拉这个的时候 就非常小心 第一我要把这个绑起来 把它和主杆绑起来 你在拉的过程当中 在这里就不会断 那另外的 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弧度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用我刚才说的 你给它按摩一下 你给它在这个生长期间 你给它这么一个手在这里 用力 一个手在上面给它扳 在这里 就像这么 像这样给它扳扳扳 把这个受力的位置 先给它活动活动 所以让它很容易地拉下来 那现在我这已经形成了 一定的角度大概有 有三十多度吧 三十多度 还没有达到理想角度 所以也是我刚才说的 要分批 拉到过几天 大概过一两个星期 再过来看看 它有没有 一点松动的余地 然后再给它拉一拉 像这旁边的这种嫩汁 像它这旁边的这种嫩汁 就很容易了 今年就很容易了 我现在只是跟它绑一个小棍棍在上面就好了 所以这个小棍棍本身的重量 就能把这个嫩汁带成一定的角度 这也是说 拉嫩汁不拉脑汁的好处 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 对于这种老的汁子 你想拉的话 你一定不能用很下谱的铁丝 或者是其他很细的线 你一定要提供这样一种缓冲的东西 否则的话像这种铁丝 它会嵌到这个树的表居里面去 然后对树的生长造成一个影响 所以都一定要用这种东西 比方说像我这里 这都是用了塑料的这种管子 把它提供这么一个保护 最后一点就是 这种拉枝你不是要给它 都要一节一节的绑上吗 一节一节的绑上吗 像这种绑的东西 大家假如说你不是像我用的这种 我这种是可以降解的 在一年内它自己就降解了 大家假如说用了麻笋或者是线 或者特别是理工笋 那是比较机会的 你要及时给它松绑 因为它这个植物在active生长期间 你绑的东西 特别是绑的又紧 然后会嵌在这个植物生长的表皮里面去 从而就限制植物生长了 所以这是一点要注意的 最后补充一点就是 大家看我很多拉枝 上面都旁边有一个辅助的枝 是不是 我玩这个叫做引导枝 或者是引导棍 因为这个就是使你这个新字条 不光是在这里 转弯形成一个角度 更多的也是让这个字条 就顺着这个角度一直朝前 否则的话 你没有这个引导棍 那你拉的效果就是 你在这里拉 它就在上方就开始转弯 就开始往上 所以因为这个果树 它生长特点 它就是往上的 你看我在这里一直把它绑到这里 上面就没绑了 没绑到地方 它就开始往上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自然特点 所以你为了要把这个角度充分打开 你是需要这么一个引导棍的 那像我有的没有用引导棍 那比方说像这个就是没有用引导棍 这个就很明显 你看我这里没有用是吧 就在这里拉 然后它就在这个拉的上方一点点 它就开始转弯 就朝上了 那我这个的是 因为我觉得整体上这个树的角度已经够了 所以我不用再更大的打开角度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是可以合理的应用这个引导棍 来更好的打开角度 好了 我们今天就是分享了这个拉枝整形的作用 还有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避免犯我所犯过的一些错误 那我们谢谢大家观看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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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